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政委 各位 昨天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追高 我不知道 我知道昨天同夜 非常的高兴 全部都去追高 今天每个表情就是抽云惨淡 像苦瓜一样 但是昨天我觉得很好奇的是 全台湾的诈骗集团也很高兴 昨天蔡老师就接到六通诈骗电话 包括简讯也四通 各位是不是 所以他们也是依照股市在起伏的 所以你要特别留意 当然今天的盘市总算又回到见真章 因为台股多空无常市 你有没有见真章 各位 如果你是真正了解产业的话 你今天应该会赚得很开心 你说老师今天最低跌180点 又怎样 该涨的股票难道不能涨吗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一天到晚在错误的基础上 你想要在股市里面 股海里面赚钱掏金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蔡老师的节目 我从来都不跟你讲什么价位 为什么 那就是错误的基础上 你要的是这一档个股值不值得买 应不应该报 各位对不对 进出那就是各凭本事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才能跟各位讲 不用急 这个盘 后面有的你赚的机会很多 我都会一档一档的挑出来给你 来 首先 蔡老师的祝福不会打折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昨天没想到 随便讲一下说 单日降三万以下 真的跑出两万八千六 各位 那今天降两万来给我看看 我才不相信今天变一万七 各位加油 但是我们也期待好不好 赶快降下去 那盘面上 真的太难了 就像你昨天只要去买进了 包括同业昨天追一大堆尾盘 几乎都打到跌停的 不仅笑掉蔡老师的大牙 一大堆投资人 也是七分八素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看看 蔡老师有躲起来 盘中躲起来 然后收盘躲起来 晚上才出现吗 没有 我盘中依旧跟你讲 今天其实盘中的一个拉台 也是蔡老师跟你说的 你不用烦恼今天跌 为什么 因为本来礼拜三摩台只结算 外资最好的情况 就是中场结算完之后再拉台 好不好 所以后面的盘是 要坚信周一效应 好好把握 接下来的买点 好不好 收盘的情况 我已经不再赘述了 等一下都会上传网路 你自己去看 晚上今天晚上讲什么 才跌五毛 这种盘跌 108点 而且这一次个股还创新高 我不是在教你那个去炒底的 又不是红油炒手 炒什么底 你是巴菲特 还是索罗斯 昨天很多人炒底 对不对 结果很高兴 今天破底 各位 外面温度那么高 你的内心就像北极一样那么凉 各位怎么会这样呢 专业不足 所以很多同意的是专业不足 知道吗 昨天礼拜16月27号 大盘最高涨353点 收盘只剩下涨244点 代表这个礼拜震荡之后 还是走强 不是叫你盲目的买 好不好 所以你看昨天6月27号 上引线 是不是 那因为新台币涨 昨天是不是升1.2角 所以外资转买 对不对 投信也买 投信连两天 自营商买五天 但是他在上礼拜五那是买假的 那是未来要转成 这个ETF的 各位知道吗 所以你看 昨天新台币先升值给你看 就是想说美元指数要下来了 各位对不对 昨天涨了1.2角 到4点的时候 今天早上就奇怪了 怎么 怎么美股涨不动 原因就是我跟你讲 我经济数据太好了 结果支持联准会继续强烈升息 好笑吧 那台湾呢 台湾这个店价要找大户开刀15%嘛 你觉得会不会通膨 各位你觉得会不会 我就不说了吧 好不好 来你来看看 美元指数今天一早 没有跌破103.8 昨天震荡是一度跌破 这是景线嘛 结果拉上去 现阶段还在多空僵持 那亚洲会是看到这样 当然要回扁 对不对 那你也不用怕 刚刚主持人讲过了 12点的时候扁才扁4.3分 昨天完整的一个升值 升了1.2 所以他没有跨越昨天的多空线 目前还是短线上看升 新台币 各位你知道 所以加油啦 今天的盘市 最低跌了 将近180点 172嘛 那尾盘呢 导播辛苦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尾盘跌108点 2332亿 够了啦 你说什么够了 各位 因为把昨天的一个什么 开盘价跌破 就代表你昨天去追的 全部震荡啊 昨天只要追的全部举手 我看昨天全市场之后 蔡老师没有在追股票 各位你知道吗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不是要泼你冷水啊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专业 昨天是不是涨244点 假设明天下午 中场过后开始拉 礼拜四开始拉 我问你哦 你昨天追高的股票会不会解套 很多是不会解套的 因为那叫无稽之谈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今天整个啊 我一扫下去 很多都跌破昨天的一个什么 开盘起涨点 原型壁入 各位你知道吗 这是6月13号礼拜一 当时大跌开低走低 结果台股连跌5天 这是6月20号礼拜一 也是跌273点 但是是震荡 所以接下来4天里面 有一天涨其他的都跌 对不对 所以这礼拜涨244点 各位正面一点好不好 你大概已经可以接近赚钱的一个timing了 只不过专业不足 再给你涨2万点 你依旧要去急诊室挂号 你没有赚钱的命 何况你跟错什么同业 对不对 很多个股包括生计股 已经都打到跌停 这是一种牵运法动全身的盘 法人都难做了 更何况投资人 各位 看看 我一直跟你讲 突婴就在这一档联发科 你不用问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的不是借资 也不是我们看的不是龙卷 也不是啊 融资 今天联发科率先破底 651 四天贴息 注意哦 明明今年度 YOY就是比去年2021年要年成长20% 去年赚70块 今年赚80块 目前股价650块 你觉得这合理吗 这当然不合理 但是为什么敢这么干 也就是说谁敢去借券 去跟受险借券要放空 这个联发科 我问你那受险会去买联发科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 这个就是突婴 这个突婴很大尾 我也不好意思讲 好不好 你自己知道就好 能够掌控这些空单的 小心一点 联发科什么时候转回去 我记得是734 好不好 台股大概16100 16200上去 这个战争叫做小白跟大黑 你怎么咬得赢 熬拳 我问你嘛 你是不是小白 你怎么这么狗那么大 市场是不是黑暗的 一清二楚了 今天说抗跌 台积电量就被蔡老师点名 当成抗跌嘛 各位对不对 跌一块 重点呢 环球金呢 我没点名就跌死了 是不是 就是当初讲那个开法说会老板 不是说长约看到2031年 我就跟你讲 那不是我们要盯的 是不是一直跌 长约就算你看到公元3000年 你也不见得能够涨啊 我们要的是营收啊 各位对不对 所以说在美国德州要建厂 现阶段又有负面利空 这时间不够我也不跟你讲 所以如果你一直纠结在合理跟不合理 你为什么不检讨自己呢 该左转还是右转 盘面不可能为了你更改为更简单 或者更困难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鼓励打气 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你成功的第一步 你一定要产业悬股 你才有资格讲正面迎战 市场上好人就那么少 坏人就一大堆 大家都想要 不是生产 就是不要去做辛苦的事情 都想要在股票里面掏金 凭什么掏啊 后面没办法掏金的都出来害人而已 各位你知道吗 昨天蔡老师跟你讲 6279的一个胡联 这是不是昨天了 6月27号对吧 昨天晚上了 胡联涨2.5收在132.5 跟你比较高丽 蓬城康书跟胡联 今天还有人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得回再跌 我说市场已经转向在做蓬城 怎么还会去管德韦 车用二集体是不是蓬城涨起来了 各位 8255 所以你来看看今天胡联 大盘开低走低胡联 还创短线新高135 是不是 这137.5差2.5就越过了 胡联 昨天晚上讲的嘛 各位是不是 来 我跟你讲中探针 6月21号 这边是帆转点 为什么 因为它是101档 5月营收新高 我不管你信不信 蔡老师跟你讲 这边就是我们 赚钱获利点的一个启发 开始 对不对 6月22来到655 对不对 6月22 上礼拜是上礼拜三 6月23 礼拜四压来653 有没有 好来喔 注意喔 6月23是上礼拜四嘛 蔡老师隔天 捐云林县复康八四 6月24嘛 上礼拜四 是不是跟你讲中探针的key 对喔 中探针 收652 对不对 0.8 对不对 中探针 隐微跟旺系 有没有 礼拜五 6月24 哇 中探针真的来到662 是喔 好来注意喔 昨天6月27嘛 中探针没有涨 蔡老师依旧跟你讲 这一档会涨 不是只是要来662而已 今天盘跌得最低啊 跌得快180点 来看看 奇怪 这蔡老师画的吗 不是说什么 App 什么档机 下单的档机 听进去 下单是10点档机 这个高点是9点13分出来的 那为什么高点这边会下去 因为蔡老师9点12分发了什么讯息 我相信我全国的学员朋友都会叹为观止 太厉害了 各位 这就是操盘 我也不是要讲说啊 这一些个股低点高点啊 蔡老师都拿捏得到 因为那个有点太猖狂 不是 但是每一档股票都有股 所谓的股性 各位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了解 但是首先就是你先告诉我 你的老师有办法在股价要涨之前跟你讲说 这档个股它熟吗 有没有 你的老师有没有像这样子 我问各位 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为什么他叫你买A股票 B股票 C股票 你会把它当真呢 你昨天最近不就是这样吗 昨天大盘在涨的时候 很累 你今天呢 欲哭无泪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师是不是一样 持续的一档接着一档 帮你创造投资获利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边跟各位讲啊 股票啊 是零零种种的一个什么 成果啦 就是说你的投资的一个效益 是你认知的变现 你认识多少 你就在股市里面能赚多少 你如果什么东西都不懂 你凭什么讲说 你每一次拆股票都能够拆到低点高点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正面循环 五月营收就是这啦 你也可以设飞标 你也可以简单一点来啊 跟在蔡老师旁边 欢迎回到一言信邦 再把时间载了蔡老师 好了感谢真伟啊 各位不要灰心啊 昨天毕竟涨244点嘛 今天吐一下 回吐他108点又怎样 各位对不对 而且 钱不是赚不完吗 各位你今天可以卖在9点12分 也不用等到10点才卖 要卖的时候APP坏掉 现阶段推给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又推给谁 我不知道 推给台湾雇王 各位有没有 光怪陆离的事情一大堆啊 各位莫非这就是元宇宙的关系吗 各位啊 我看各位啊 先养一下身体好不好 不然喔 除了买股票之外 可能心脏病的药也要带在旁边 太恐怖了啊 各位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做股票平常心好不好 这些事情后面可能还会出现 平常心 早一点卖 早一点买 这不是挺好的吗 各位 所以啊 后疫情时代 希望等一下数字来一点啊 比较nice一点 好不好 你我都平安健康 那台湾股市就这样 多空无常市 所以哪个老师跟你讲啊 数字那就有问题了 多空就是一个假象嘛 怎么会从假象里面去找赚钱的契机呢 蔡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 你要的是哪一档个股实得买 买卖 那当然就是蔡老师的专业嘛 那我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 也告诉你哪个产业我注意到 我是不是都公开让你验证 各位是不是 所以呢 不要再去讨论超涨跟超跌 那个数字是不是要卖 那个数字是不是要买 股市就是人为操控的嘛 不然国安基金为什么准备要进场 他就是有信心当你一往狂澜嘛 各位对不对 那也不是操控 讲半点 各位对不对 是吧 所以超涨超跌本常态嘛 产业悬股平常心嘛 是不是 来看看 杨明 昨天蔡老师就跟你讲 就是杨明其他不用讲了 好不好 不要再跟我讲长龙海运 杨明除息20块 长龙除息18块 说什么减之6块 加起来24块 不是比杨明好 连这样也有办法蒙蔽散户 我才不相信 各位 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多前 红海减之2块 你还记不记得 我是觉得很可恶 但是想一想国具都减资了四次 那就算了 国具股票不是来到四五百块吗 减资就是牺牲掉自己的股东权益 各位你知道吗 那其他只是一些数字上的游戏而已 对你不值得 所以你来看看2609的一个什么 一个杨明 昨天为什么拉 我告诉你官股不护杨明 难道护长龙 难道护万海 是不是 今天盘这么烂 蔡老师连线的时候 10点20 今天还给我多5分钟 10点20连到10点32 就是这 89块多 尾盘拉到927 你要做当冲 我不鼓励 你能够利用蔡老师的讯息 这样赚钱 我只能接 赚钱请多行善 好不好 社会上 这个观寡 孤独 废极者 很多都需要你的一个什么一个帮助啊 礼拜五 上礼拜五 张立善现场就借蔡老师的话这样讲嘛 对不对 好不好 所以蔡老师这些有帮助的资源 能帮助到你 我也很开心嘛 那你看八大航库 买什么 是不是 而且我也告诉你 昨天是卖的 卖49亿的 哪有在爱台湾 我问你八大航库哪有在爱台湾 一天到晚操作这些都吃力不讨好 那买都几乎都买去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来看看长龙明天加油 好不好 就像蔡老师跟你讲的 姓华今天除息也不错啊 自身呢4月21号跟你讲 创新高之后压下来 6月23除息 结果呢 早就填息了昨天 今天再走羊 614 对嘞 钟磊今天也强嘛 是不是 元太是不是也拉尾盘 是不是 蔡老师跟你讲的非结 今天也涨上来 各位是不是 非结 有没有 是吧 预期更恐怖 竟然给你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你看看这里 预期 当时多少钱 5月10号讲的 各位你看看 148.5 结果今天市场上最强的 就是我讲的预期 182.5 所以不论台股走长多 或者短线震荡 你都要认真寻找会大涨的股票 这是你做股票的意义 企业前景跟营收才是关键 如果你不知道 蔡老师可以支援你 我可以来帮助你 希望你一定要跟着产业走 你的投资才能够长长又久久 活到几岁 股票做到几岁 各位知道吗 所以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荐分析的 个比有加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人应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